這是不斷在日水和漏水的水框 那其實這邊的屋頂跟觀眾的下雨天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下雨天也不會從屋頂上滑過去 這個存在就是從上面的樓上 有水滲下來的 這個水子 可以從這邊帶過來的 放到這邊 這都是我們最棟房子的陽跟天花板之間的縫隙 剛剛是天花板跟房子的陽中間的縫隙漏水 那這邊一樓樓梯這邊 他們還可以用一次蓋起來 這邊其實是滲水的狀況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這個滲水它是從縫隙間 這邊整個都有滲水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你從 你如果說是積水那邊 門口進來都會有水 但是你的水是聚集在那邊 所以水是從這邊從地面 地表下地面浮出來的 所以這個跟積水的關係比較難 完全就是滲水 那可能跟這個沙魯科技園區 原本的地址也有很大的觀念 那我想想想當中 我們該趕快來處理 我們定義認為 你不要在下雨天的時間 躲在如何發想化的租屋處 趕快來看看現場 這次花了43億蓋出來的建築物 號稱台南的西湖科技園區 就樓梯一下這邊會滲水 那這些共存事物都要好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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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它旁边其实有加一个三井outlet 这个三井outlet是人还蛮多的 是人还蛮多的 可是我必须说 这个很大占地很大的面积的园区 应该是有到60级公顷 按照它们简报上面提供的内容上的话 它总面积有62.12公顷 在这个61.12公顷的大小当中 这是由沙伦科技科学城 他们自己的脸书上 他们就要驳斥我说不是空城 他说徐晓星是说是空城 我们怎么会是空城呢 我们才不是空城 我们现在已经有九城 这个九城的厂商进驻了 有1400个人 所以你知道吗 我刚刚讲这个面积总共有多大 62公顷 它总共大小有62公顷 62公顷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告诉我 里面只有1400个人在工作 那这不会你去 你一定感觉是空城 好 我也不只是我自己去感觉 我也问了谢龙介 你说我不是台南人 谢龙介总是台南人了吧 谢龙介跟我说 他车都停在那边 因为都没什么车 很好停 停车很方便 都没车 确实嘛 你看这个停车场的照片 都没有车啊 车很少嘛 好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 他就是当时陈凯玲 拿这个案子 去给黄信的业者去收贿 跟接受对方提供的 性招待的借口之一 总共有两个园区 都在台南 都是他金发局长的任内的任务 一个是沙伦智慧城 一个是七股科学工业园区 这两个就是他拿来收贿跟 就是搞那些什么性招待之类的事情的 那他呢 就在过去 他曾经就以金发局局长的身份就讲说 这个沙伦智慧科学城呢 会成为未来的 未来的护国神山 他过去是这么说的 结果他说完之后呢 他就拿这个案子去要厂商 帮他这个付这个所会 然后呢接受性招待 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好 然后这个沙伦科技城呢 他其实分成好几个区域 然后就是一区一区慢慢在盖 那我们就要看啊 这43亿的钱花进去之后 到底花得怎么样 我首先要先念一段 沙伎部提供的文字给大家听 呃 民进党他们一直在骂我说呢 欸徐晓星为什么要这样子去 污蔑我们台南 台南很棒 台南好棒哦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是沙伎 为什么你要说的是空城 是沙伎部提到的 沙伎部的白纸黑字 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沙伎部是怎么说的呢 沙伎部他提到 等我一下找一下 沙伎部的资料要好好看啊 就当这些民进党人 他们都说啊 你们都乱讲 你们不是台南人啦 你们不是高雄人啊 的时候 其实现在哦 资讯很畅通啦 你只需要干嘛呢 上网下载 沙伎部相关的资料 以我这次下载的来说呢 我们就是下载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相关的资料 在里面就可以看到 被列为带改善的部分呢 就包含了 这个沙伦科技城 他里面写什么呢 他说 能源局为协助国内绿能厂商开发 绿能科技示范场域 各项收入不足以 支应相关费用 且相关训练课程 规划未尽妥事 然后呢 他也写说 再生能源自发自用系统验证平台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果 未如预期 需要检讨改善才能发挥预期的效益 里面提到了 花了43点多亿 然后发现什么呢 发现说 他里面哦 有国际会议厅展示区 四间会议室 有租借服务 然后呢 我再讲一次哦 他里面有国际会议厅展示区 还有四间教室都提供租借服务 就有多少人借呢 110年跟111年 两年之间 上面的场地只使用了68次跟184次 就110年用68次 111年用184次 110年的时候 整个沙伦园区要租借给别人的场地 只租借出422个小时 然后呢 111年的时候好一点对不对 只租借了945个小时 他说 如果以每天8小时来计算 各场地的利用率 只有0.81%到13.5%之间 也太低了吧 最低才0.81个百分点耶 0.81% 也就是沙伦科剧园区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项目 是拿来做会展的 他有展场 有展区 有教室 那他们审计部就去检查了 在110年跟111年 这些教室分别租出去多少 我们每天以8个小时的时间去看的话 他的利用率低到只有 0.81%到13.5% 低的可怜 所以 审计部当然会觉得 你这样子的营运 怎么能够撑得下去 你根本不可能撑得下去嘛 所以他提到说什么 场地活化有加强空间 再来举办课程的部分 原本规定在他的规划 在他的示范场域里面要办活动 结果呢 办15个训练课程 跟绿能有关的 两个课程 只有13% 111年只办三个课程 然后呢 虽然都跟这个绿能相关 可是非常少 所以你整个所谓的示范场域 一年办三堂课 一年办 几堂课 一年办两堂课 三堂课 跟绿能有关的 这样就结束了 你告诉我说 这个地方很棒 这个地方都不需要改 这个地方不需要监督 因为你们台南的立委 都在睡觉啊 所以你们台南的市民朋友 很多时候 他们只能来找我们嘛 所以 审计部报告 白纸黑字检讨了 沙伦科技园区 场地利用率过低的问题 是中央的审计部算出来的 只有他说 这是我的偏见 他说这叫偏见 白纸黑字算出 你的场地利用率 只有0.81% 怎么会是一个偏见呢 但是没有啦 因为这个有一些台北人 确实对王定宇是特别好 比方说有8000 含睡还有复早餐 这一点呢 我可能是这个做不到的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打完这一题之后呢 就进到 因为打了这题之后 就开始有很多的朋友 开始提供我一些资讯 就讲说 小心小心 我跟你讲哦 沙伦科学城啊 不止这样 它真的是一个 跟你们之前讲 像什么桃园体育中心啊 新竹棒球场啊 龟人文化园区 一样的烂建设 又是拿了我们很多国家的 可是呢 就都没有好好做的一个建设 甚至呢 也漏水 他说呢 他漏水的时候是 雨下大的时候 从三楼漏到一楼 整个都淹 停车场整个都淹 然后呢 他就拍了一个照片 他又拍了一个影片给我们看 那但为了要更确认这件事情 我昨天就请我在台南的朋友 也到现场 拍给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现在是会有我的声音的吗 你们可以自己看 呃 王定宇说是外面的水泼进来 大家可以仔细看外面哪里有水啊 其实今天中天 他们有去现场拍 外面是晴天 那边还是在漏水好不好 这个漏水很明显 他是从某几个点上面在流下来的 不是外面的水泼下来 他你看那个地上停车格那边 都已经有轻胎了 就是他很经常都是一个积水的状况 我们把那个 那个到 就是那个他漏水那个接点那边 按暂停 我跟你讲 家里有漏水经验的人都知道 长这样就是漏水啦 你不要讲说这什么伸缩的接缝 这个是必须的 没有你就是漏在里面 外面不一定是有下雨的 但是你里面就是长这样 所以其实 他外面甚至他有时候 他是没有在下雨的状态 里面还是一样滴滴答答 然后王定宇跟我们说 这个叫做漏天 不叫做漏水 这是露天 露天 他说这是露天 他说这是露天停车场 难免会有一些水漂进来嘛 我们再看一次那个影片 我们再播一次那个影片 他说露天停车场 难免会有水漂进来 没有啊 他就是有两个 他就是有两个点 然后那边特别 特别会露嘛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图 再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今天呢 中天到现场去拍的 中天还是很有监督的力道 中天到现场去拍 你从外墙上看他长这样 够斑驳了吧 就这个 这个上面就是那个漏水区啦 他基本上漏到那个 就是 就是漏到外面颜色 其实都是这样湿的 他们当天 他们今天去的时候 外面是晴天 是没有下雨的哦 可是他外面长这样 你各位啊 这是我们43亿花的建设 做出来变成这样 这还是一个新盖好的 盖好没有多久的43亿的建设 民进党的钱是这样花的 然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告诉你说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 王定宇你们不要 还有激进党的 你们扫在那边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不要给我编预算去修缠 那个都是外面的雨飘进来啦 本来露天的就是会飘一点雨进来 好你说的哦 你说室内的水 都是露天飘进来的哦 那你要有外面有个飘进来的 你才会有水 来我们再看下面三张照片 啊这个路 我们先看中间那样停车场的 那个水至你外面的水 要这样飘进来 你是要有什么样超能力的人 要很大力吹 才会把水吹到那边去哦 要吹很大力 你要确定耶 好 然后呢 上面这张照片更好笑 我以为是什么吸力控弄很大 你知道吗 把他打开来看 没有 他拿那个抹布 然后把他折好 然后垫在那个角落 就是在就是在把那个那个 那个漏水的地方遮住 他就是那整条都是抹布 你不是说路 都是露天 那个水会吹 雨水会吹进来啊 露天在哪 好 最后左边那个最好笑 你是不是觉得 上面那个绿色的人会尿尿 啊你弄个尿筒 要帮他借 不然我搞不懂耶 你放个红色桶子 里面有一块抹布 是在放几点的 你是你是觉得 那个绿色箭头的小人 会尿尿吗 啊不然你这 你这一块是在干嘛 这些都不用修嘛 43亿做出这个来 43亿的建设 43亿的建设 然后要用抹布 然后把那个墙边这样子 弄起来 也没没有要修 就用抹布这样子 43亿的建设 然后去拿一个红色盆子 去接水 43亿的建设 然后民进党跟我说 我脑子进水了 民进党跟我 我眼睛才坏掉 你们是狗粮才吃太多 那激进党的 每天吃狗粮 吃到边跟狗一样 不是 43亿耶 就这样花哦 所以 王定宇在那边说什么 我不如谁又不如谁 你才不如言若方 连买早餐都不会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